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沈阳苏家屯区啊 有一位猪大哥五十多岁了 突然想着要创业 于是呢就瞄准了养笨猪这个项目 真是说干就干 用了三年的时间 人家这笨猪养到啥程度呢 吃过他家猪肉的人 是排着长队在门口等着买 为啥就这么火呢 一大清早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的 小雨笨猪笨鸡养殖场里 不少游客早就围在这了 他们在等啥呢 就等着买新鲜的猪肉呢 几位身强体壮的大哥 前后步阵左右开工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头三百多斤 存栏将近两年的大笨猪 就被逮住了 猪金凯今年53岁 他就是这些大笨猪的主人 猪大哥所说的三指标 是笨猪最标准的肥标厚度 我杀的 我再拉了得有20年猪了 我10多岁开始杀猪的时候 就是这啥的猪 这都是农村的笨牙的猪 而且猪大哥养猪啊 有一个小习惯 库房门常年都开着 这样来买肉的消费者们 一眼就能看到 园里的笨猪 平时到底吃的是什么料 安徽人 因为我们对 从小在老家 笨猪也看了比较多嘛 可以到那里面 为啥都看了 纯是那个爆炕啊 还是饱米啊 你看包这白色的 看这个肉很细腻的 如果不是笨猪肉 它很粗 很粗糙 它不发油 它干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两头大笨猪销售一空 您肯定觉得 猪大哥家猪肉 卖得这么巧 那绝对是个地地道道的 养猪老把式呀 其实朱金凯真正开始养猪啊 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我对这个养猪肉 我对这个养猪完全是陌生的 虽然是农民出身 但是没种过地 也没养过这个那个 就是有一种倔劲 就是像 养猪的第一年 朱金凯心里合见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这还不容易吗 但是真正上手养猪之后 猪大哥就懵了 这个行业和自己想象的 太不一样了 这一辈子的心血吧 经济吧 我全投在这个园里了 投完这园 我手里可以说一分钱没有 假如说我去给人打工 我一个月三四千块钱 我轻轻松松的也挺好的 但是就是不服属 我就为了建这个园 我这个手指头 血掉了一截 然后每天起早摊 还得干 为了让猪的品质提高 猪大哥观察的细致入微 发现猪爱拱土 就专门从外面 一车一车地拉土进园 补充猪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那这么干净的眷舍里 为啥其他的地方都是干的 唯独这个地方被泡湿了 那这个水坑又是干嘛用的呢 像泥浆那种 它打管不是白打 它也不单纯的是降稳 它是去它身上有那种寄生虫 这一沾上这泥了 然后那寄生虫自然而然就 被这些泥浆带掉了 紧接着爱折腾的猪大哥 又开始琢磨起了改良笨猪的品种 他专门去吉林本溪等地 请教专家和养猪大户 最后决定拿小众品种 藏香猪做实验 改良成香猪二代 折腾了这么久 也实验了这么多方法 最终还得以肉好不好吃 消费者认不认为主啊 朱金凯心里还是没谱 于是呢 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冬天马上要过年了 拿了一盘猪肉 糊熟的猪肉 拿到外头晾凉 必须要的晾凉 没有腥味 也没有怪味 还是有那种香气扑鼻的那种感觉 今天来买肉的人多 朱金凯特意准备了一桌子 香香喷喷的杀猪菜招待客人 一道道美味端上桌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肉香味 红烧猪肉肥而不腻 现罐血肠浓香四溢 现在咱的人都需要高质量的 因为对身体都有好处 看起来肉特别好的人 粉而不腻 就凭着这股敢干又肯钻研的劲头 猪大哥来年还有新的打算 他准备继续扩大规模到300头 猪大哥养猪有一套 靠的是付出 是心血 是注重养殖上的每一个小细节 才换来如今的好口碑 种水稻的乡亲们都知道 四月育苗 六月插秧 这两个月的时间 水稻育苗大棚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过了这一阵呢 这育苗棚也就闲置下来了 怎么让闲置的大棚 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咱们看看吉林伊通县的乡亲们 是怎么做的 走进吉林省伊通县的 巨城现代农业合作社 甭管是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还是地上爬的 在这里都能看得见 这不禁让人产生了疑问 这个合作社究竟是干嘛的呢 别着急呀 咱往这边瞅瞅 整齐的稻田 生动的稻田画 一片乡村的美景映入眼帘 你心情特别放松 因为满眼的绿色 你看着就是精神一点都不紧张 瞅着这个比较亲切农田 到这来修宪一下 心情比较放松一下 伊通县的巨城合作社 在当地是出了名的 水稻专业种植基地 在千亩稻田的中间 整齐排列着七八十栋育苗大棚 不过正常来说 这个时间点 水稻育苗工作早就结束了 大棚理应是闲置状态 怎么又把水稻栽进了大棚呢 在瞅着咱们大棚 就是摘这些水稻来 瞅得比较细腻 原来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合作社的育苗大棚 都是闲置状态 为了提高土地使用率 让闲置的苗棚 充分发挥利用 基地决定将它进行一个改变 第一步啊 就是利用现在这个时间点 搞一些新品种的市众 高等那个优质米 都是那个香米 刀花香 还有那个830之类 都是那个小类香啥子 它的上市价格 就稍微有点高了 一般酒下就是平均 能达到十一二块钱一斤 不仅如此 合作社还在空闲的苗棚里 根据积温种植了大豆 蔬菜等下茬作物 养殖起了肉食鸡和大白鹅 不过这呀都不是最厉害的 育苗结束后 基地把苗棚来了个大改造 在棚内挖出了一烫烫的水沟 这个沟子呢 就是进行倒雨的综合综养 这个沟子有两个作用 在棚子里 一个呢进行呢 就是春天扣鞋的养殖 攒养和秋天的成蟹 上市之前进行育肥 原来基地跟当地的水产技术 推广站达成合作 决定用育苗棚来搞科研 稻田养蟹不是什么新鲜事 可是在棚里种稻子养螃蟹 就是一个新鲜事了 这种情况在吉林省呢 是独一份 它的主要特点呢 就是温度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河蟹啊 它有一个生长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呢 在吉林省来说 是不如辽宁省的 通过大棚的温度啊 就解决了性早熟 尽快上市的这样一个大问题 在综合重氧的搭配上 更是来了个大升级 除了螃蟹 还有泥鳅 青蛙 小龙虾等 统统进行了尝试 这样一来 闲置的育苗棚 变身实验室 可谓是一举多得 不仅如此 还在苗棚内 设置了水产观赏区 现在都看着了吗 这都那个小红里子 还有那个鲫鱼 它呢 也可以养甲鱼 另外还有一种鱼 是罗飞鱼 罗飞鱼是热带鱼 对吉林省 稻田中和重氧的品种 又一个增加 曾经的闲置育苗棚 如今摇身一变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这还真是 大棚里面种水稻 根据积温 种蔬菜 重氧结合增效益 苗棚变身 实验室 下一步 巨城现代农业合作社 将继续挖掘 闲置苗棚的前置 推出更多有趣的项目 争取打造成一个 农旅结合的田园综合体 都说任何一个好习惯的养成 都需要21天的时间 这不最近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 金柳园小区 居民们正掰着手指头 算时间呢 他们要用21天的时间 给自己培养一个好习惯 是什么习惯呢 咱们一起去看看 分好类 拎下楼 定点头 垃圾分类 沈阳更美 直击分类 大爷你好 我是中欢姐姐 宣传垃圾分类的 你进去看一看 你在家怎么分的 行行行行行 这是垃圾分类 督导员薛艳灵 今天去的第15户居民家了 他的工作就是 每天在小区里 挨家挨户的串门 帮助小区居民 自己在家 把垃圾分好类 这是沈阳市苏家屯区 分类办 在所辖的金柳园小区 开展的一场 别开生面的活动 21天养成垃圾分类 好习惯 这些天来 串门检查垃圾 成了薛艳灵和他的同事们 每天的主要工作 我们一般的时候 就是赶在居民 就是下班的时间 早上或者是晚上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天 能宣传30座户吧 现在基本上 就是已经全部宣传到位了 就是每户我们都找到了 就像带着投放这种标准的 我们就是小区 基本上吧 就是说能达到80%以上 因为我们宣传力度很大 居民们光是在家 把垃圾分好类 是远远不够的 下楼还得做到精准投放 工作人员根据楼号 护号制作了台帐 记录每天能达到 精准投放的居民 居民们根据精准投放的次数 来获得相对应的奖品 通过这种方式 来鼓励居民养成 在家分好类 定点精准投的好习惯 如果同一件事坚持做了21天 就会养成好习惯 垃圾分类也是如此 现在在金柳园小区 大部分居民都养成了 在家分好类 定点精准投的好习惯 99-9 99-9 几单元几楼几 二大元26楼2 26楼2啊 咱是21次了是吧 21次 行 这个我们这个礼品 的话是1次 我们区也是在探索新的工作道路 然后在金柳园作为试点 以后会在其他小区开展 觉得这次活动还是吸引了很多居民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得到这个礼品的同时也丰富了他自己的垃圾分类知识 除了入户宣传监督居民精准投放 苏家屯区分类办工作人员还经常在小区内举行例如有害患有爱等别开生命的活动 为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大人小孩参加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 目前21天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活动已经初见成效了 金柳园小区大部分居民现在都争当垃圾分类践行者和传播者 养成了绿色时尚生活良好习惯 又到一年秋收记 黑土地的多路记者都到田间地头去了 真实记录不同品种玉米的表现 今天咱们来到的是昌土县兴隆村 看看这里的乡亲们反馈怎么样 家住田岭市昌土县老城镇兴隆村的赵景斌 是咱们黑土地的老粉了 这几年选苞米品种一直是听技术员推荐的种 就俩字信任 去年赵景斌种的是红硕1899表现不错 今年跟着技术员的推荐选中了沈农大L570 效果也让老赵很是满意 现在看的挺好啊 就是活干成熟 紫粒饱满 现在看的挺好 这些年 像今年这年初太熟了 雨量太大了 有的现在就是啥了 那一点绿叶都没有了 站该死了 它一打了头就不行 你到啥时候它产量它也不行 我们这个沈纳L570 活盖成熟啊 后期它叶片都是绿的 你要是后期翻盖着叶黄呢 它就不抗倒 适合我们这个瓦地了 二瓦地了 纯水地的 稻改汗都可以去种植这570 谈起为啥能跟咱黑土地结缘 赵景斌说起了伤心的往事 咋回事呢 头些年呀 老赵选过不少小厂家推荐的爆米种 结果到了秋树一下地傻眼了 有一年打过700多斤 就我这块地倒的 收割也费劲 产量也没有 固定工呢 收割机收不了啊 倒不了七八糟 那一块钱计算就得差七八万 570啊 最位比较整齐 根系比较发达 能达到三成到四成七成根 镜杆非常粗壮 柔韧性非常好 纤维素非常多 在一个这个沈纳L570啊 它叶片是上送型的 可以起到西风 而逛河中也非常好 沈纳大L570 这些年来可以说是吸粉无数 凭的就是品种自身的优势 抗性强 还能烙 最主要的是 产量一直很稳定 那是1800斤是至少最少的 今年来说 在我们的当地来说 反正也没收招在 但是那个 不一定算最好的 但是也行 但是咱是保守的时候啊 大爷我们这个沈纳大L570 脱水特别快 这个米纸特别好 看这个都是小细轴 一个硬币大小 都是板凉 马尺型 永重比较高 现在古帅一些 这个棒现在能挫到九两到一斤斤凉 特殊以后这个最少也得达到七两干凉 乡亲们种子选的好坏 关乎到了一年的收成 大家伙在选种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最靠谱的 这样产量才有保靠呀 包米丰收记 咱们的记者呢 也都没闲着 黑土地给您推荐的品种 到底怎么样 咱们到地头啊 拿事实说话 您是想选抗岛的 抗烙的 还是高产的 多关注黑土地 再过些天 咱们的好品种 就要开始预售了 对哪个感兴趣 您得先考察好了 有啥想咨询的 随时打电话 400-6818-801 好了 接下来关注天气 进入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 沈农大L570 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今天是农历的9月24 那今天啊 冷空气逐渐撤离 今天到周五 气温是明显回升 不过呢 周六到周日 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 东北部地区和东部山区 会有雪花飘落 其他地区呢 是小雨或者是震雨 那全省大部分气温 将会再次下降6到8度 两次降温期间啊 风寒效率明显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 调整好着装了 那最近有观众 给我们留言啊 说家里有几亩三等地 种一米 产量不高 效率不好 想种一点其他作物 来增产增收 不知道该种啥好 咱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高粱最显著的天 它就是比较效益 它在一般的边境土地上啊 要比其他住 具有很强的那个 适应能力 像一般边境土地上 老板说呢 二等地啊 三等地啊 四等地啊 种不了其他作物上 作物的 种高粱都没问题 它虽然产量也不会很高 但是种其他住 可能是减产或绝收 在比较效率上 它是比其他住要高于多的 同时呢 这几年的高粱啊 它那个收购价格 一直都比较好 最高是能达到两块钱 私粮可以达到两块钱 一亩力 可以达到1500斤左右 所以它的那个 产值啊 效益是非常高的 零等时期吧 充分清门选择上 我们就直接注重了 它的抗性 它这个抗汗性 抗氧性 经过这些年我们实验 在那个盘景 盘景的盘景地 在朝阳那个三坡地 都已经得到了 很好的检验 抗汗 内盘景 抗烙能力都非常强 尤其像去年和今年呢 雨水比较大 在一些那个 低挖 低挖 遗到地上啊 包米 基本都是出于 出于严重减转 或绝收的状态 但高粮 咱们一般都很强好 我们的观众 在玉米品种选择上 有一些问题 想咨询技术人员 二亚就带着问题 去找技术员了 咱们去看看吧 文产包米种啥好 听技术员给你唠一唠 现在啊 咱们重量大货 都想要一个 特别文产的品种 啥样的品种 能符合咱的要求呢 文产 它才能有高产的 这个潜力 那么稳从哪来呢 首先一点 从它的这个抗性来 稳就得是站着稳 为什么要站着稳呢 因为我们 大面积种植库啊 最怕最头疼的 也就是导服 那咱们现在看 这个红硕八三三 抗导服能力 非常的强 这个静感 它的这个柔韧度啊 是非常好的 风拐完以后呢 它能够 很好的回来 还有一点 这个红硕八三三呢 它的这个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特征 就是什么呢 它的底盘非常稳 它的税位以下的 这个 呃 节点 一直到咱们的 这个根系啊 都是比较粗壮的 从果顺以上呢 一次往上 它的就是会变细 这样越来越细 啊 有效的减少风阻 还有一个 咱们这个红硕八三三呢 就是叶片上冲 叶片上冲啊 它的这个花粉 瘦粉期会很好 玉米啊 它这个果顺啊 到时候这个瘦粉 每一个丝 代表着一个粒 每一粒 瘦粉都能瘦上 这样一来呢 会没有这个突尖现象 从产量上 会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保证 还有一位观众啊 想找一个 适合辽南地区种植的 能抗烙的玉米品种 二压去帮咱们的观众问了 咱们去看看吧 郭记者 我听说咱们辽南地区 就适合这L570 我就想问问 它抗不抗烙啊 整个L570啊 是一个比较 抗烙的一个品种 像经过咱们 三年以来的四点实验 有很多呢 农户啊 选择把570 种在咱们那个烙地上 因为它非常的抗烙 像去年呢 咱们经历了几场台风 有很多地坝地块呢 长期的水水 玉米呢 有的咱泡 十天半个月都有 但是咱们570呢 经历过这个考验 在这样极端烙的情况下呢 它也能正常的 一个活感成熟 没有出现烙死 放开一个情况 说明什么的 L570 它是一个非常抗烙的 一个品种 所以说它是非常适合 咱们沿海地区 流浪地区 种植的一个品种 当然了 如果说你有什么 没听清的 没记住的 也可以不打热线电话 024-8652-8168 400-6818 801来咨询 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 把我们的好技术 好农资 送到您身边 问您个问题啊 如果是遇上了 家里的地块比较复杂 比如说又有挖地 又有高港地 那这苞米种子 该咋选呢 沈阳市浑南新区 王斌街道 金德盛村的尹大姐 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不过呢 今年她找到了一个 好品质的好品种 所有的问题 都迎刃而解了 尹玉焕 今年种的是 咱们黑土地推荐的 玉米品种 沈能大L570 因为她家的地块啊 有点特殊 我家就是 什么样都有了地形 有挖的 还有高港的 我买的品种太多了 都记不住 我就给这个品种 记住了 这在黑土地买的 这太好了 这包品种 头很严重 没什么养 这大半这么老大 真的挺高兴 各往年 光选品种 尹大姐就得花好久 如今好了 一个品种 就满足了 全部的需求 要买的好种的吧 真好 买的不好的吧 但是真就坑人 多坑人呢 小八八点 小五点精细 根本都没有产量啊 本年回来就不错了 看巴牙的粒 子粒大不大 大马牙的粒 宽 又厚 挺好 我呀 我没什么见过 头一试吧 我家以前老种地 也没有这么好 逆袭的快乐 不是谁都能体会 但是丰收的喜悦 大伙却都能感同身受 之前年年岛 换了个品种 变了样 这呀 要从沈农大 L570强大的根系 和植株结构说起 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抗汗性特别好 根系发达 扎地下 扎得特别深 特别广 能把地下深成的水分 和养分吸收起来 供给咱们这个植株生长 能起到一个抗汗的作用 所以说平地 洼地 泼港地 都是可以种植的 不同地块 种植时间上 也是有差距的 首先呢 就是平地 泼港地 5月1号左右 播种 是最为适合的 你要说水港旱地块 还有这个特别低洼的地块 我建议大伙呢 是在5月10号左右 这个时间种植 最为适宜 王技术员说了 沈农大L570 作为一个三年持续推广 种植的老品种 在产量方面 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沈农大L570 是一个中密质的 大半型品种 咱们可以用手量一下 我这一拉 是20公分 但是这块 还有一个 大概是25公分左右 它一半呢 基本上都是在 18到20厂左右 咱们现在看这一半啊 大概是在7辆左右 干粮7辆 干粮7辆 沈农大L570 保苗呢 是在3500到3800株 这个产量 大伙可以自己算一下 今年 隐喻患家的收成 指定不能少 而且前后里外大小 都很原料 用尹大姐的话说 沈农大L570 相当于救活了 自己的这片地 丹东市楼房镇的王志国 家里的包米地 都在山区 温差大 容易五六不说 还没法积收 那今年 王大哥终于就找到了 一个适合他家地块的 好品种 种包米 那真是前所未有的省心呢 哎呀王哥 可哪找你 你好你好你好 可哪找你在这地里了 这就是八八草 看这个品种 今年丰收再旺 把这个田田打草 熟一熟 这个是哪个品种 今年开出 你给我推荐的吗 5G 红色 788 这田田表现是真好 那是是 要不今年我也不能说 大米就种 往年种包米 王大哥是真犯愁 楼房镇地处山区 温差大 容易五粒不说 还没法积收 那产量啊 就更不用提了 去年我种了点 其他品种 不是岛啊 这就是 半道 这就是有病了 就是可能是 咱说不上什么病 反正不是这个烂杆啊 就是这个 酥就牛了 所以今年就种这个 说没有什么毛病 一共五亩地 清浴水地种上了 红树5G788 开春一出苗 那奇一刷刷绿油油的小苗啊 立马就给王志国 吃了可定心丸 可是这出苗虽好 也得看后期的长势 山区气温无常 它能竞受住考验吗 红树5G788 它的抗导性是非常好的 它的抗导性好 取悦于哪呢 首先是它的根系 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而且地下的七层根呢 地下的须根 还有毛一层根呢 是特别发达 搭地搭得非常牢固 而且呢 它的上部七层根啊 咱可以看一下 一层 两层 三层 它的上部七层根呢 可以搭到三层 这三层七层根 而且这个 已经搭到地里的土壤里了 在来风的时候 它会牢牢地把住土壤 它起到一个卸风的作用 也就是起到一个 超强抗导的作用 还有一个呢 是它的底部基金特别短 底部基金短 底盘就稳了 它的抗导性就好了 一说到包米杆 王大哥的画匣子 就被打开了 去年后期收割的时候啊 红树5G788 可是给自己省老多钱了 哎呀 这个杆 你要缩起来 我家还养几头牛呢 这个 因为它这个 始终保持绿嘛 就说明它里面 可能这个净杆好吃 这个牲口都愿意吃 这边做拌点料什么的 那个牛把这个杆都吃掉了 正常玉米就吃叶 把杆刷出来了 今年雨大 风也大 可是王大哥一点都没怕 从春天播种 到夏季抗风抗烙 红树5G788 给了它满满的惊喜 在卖凉水一看 这个拌了多袋就一百斤 像那种可能一满袋的 还有风口鸡 都扎不上的那种状态 还不到一百斤 可是这个东西很压秤 怎么样 这红树5G788 是不是很殆劲 这么好的品种 不知道有没有打动你呢 如果说您也想选这款 既抗烙抗倒服 而且又高产的种子 就赶紧拨打 黑土地的这些电话 024-8652-8168 400-6818-801 现在如今每个人的手机里 都有各种各样的群 什么亲友群 工作群 团购群等等 最多10个8个 也算多的了 但大连市普兰电区 双塔街道 永宁村的住村第一书记 月宗关 人家的手机里 足足有60多个群 其中有56个 都是为村里卖菜的 接下来咱们去看看 这个第一书记 是怎么忙活的 我把那个卖菜的群 我每个下面都加了一个绿叶 总共现在有56个微信群 群成员有1.6万人 月宗关 大连普兰电永宁村 住村第一书记 手机里56个群 都是他建的 妥妥的群主总舵主 建这么多群 全是给村里卖菜用的 自从咱这个书记 付贫来了之后 帮咱村里 在大连建了不少 这个蔬菜群 安排所有的关系 把咱这个蔬菜 退向市场 今天村里蔬菜基地 一种辣椒新品种成熟了 老月先过来看看品质 再决定往哪个群推 好不好吃 咱是起名叫花卷清酒 花卷 这个名字起的叫呢 底部辣一些 底部辣一些 对 一般的辣椒都是底部辣 又往下一个辣是不是 对对对 青椒 黄瓜 茄子 西红柿 村民张又忠 搞绿色蔬菜种植有年头了 小鹿一直很费劲 卖不上架 生存的很难 跟大众市场不对口 找不到这个队伍 就没有个市场是说 我们这个市场 专门卖这个的 和传统蔬菜种植不一样 老张种的蔬菜 不咋使用化学药剂 卖相上呢 不好看 普通商贩啊 都不爱收 市场上是接受不了的 因为它样子不好看 因为样子 你看市场的黄瓜 没有这样的 都是很亮的 很刷齐的 咱们这种 你到市场上 他觉得你这是破烂 他首先看你这个 他就说你食堂都不要 城里有些消费者 想找这种蔬菜 不知道到哪买 种植户种出绿色蔬菜 不知道卖给谁 两头都有需求 就差中间没个桥 岳书记琢磨来琢磨去 决定自己搭这个桥 咋办呢 就用最笨的方法 跑小区拉人头 一开始建计都非常难 我怎么 我曾经是到这个 利用上下班时间 到各小区门口 要求人家加我微信 结果有的 你想那个 就经常遭受人家白眼 书记这边就把我 销售这一块解决了 这样的干部 村干部很少见 后来就慢慢接触 约住这个人特别热情 特别真诚 在大伙的努力下 永宁村形成绿色蔬菜生产 运输销售一条龙 还起了个品牌名字 就叫书记蔬菜专线 村民刘奎 专门负责蔬菜的打包 送货工作 咱这个群体啊 不是说固定帮哪一个价 老百姓手里的银河价都能有 所以帮助很多价 但不同意是哪一价 最起码老百姓的素材 都能笑出去 说大伙的收入也挺客观的 比以前都有手增价 公司啦 就是说 操事啦 也找咱合作 这个就是 格外又是一笔收入 闲不住的岳书记 这边忙完 又顺道去了一趟村民 葛连荣家 心里啊 一直惦记着葛连荣 去外地学中医的事 有点不放心 还是当面问问清楚好 学费多 哎呀 学费 我要是学下来得学十六万吧 你首先你看你学的东西 第一步 你得先看是真是假 你现在就是 你现在已经交多少钱了吗 四万多块钱 十五万块钱吧 够钱 你拿来详细讲讲 我感觉这是不靠谱 真不靠谱 真的 来永宁村当住村书记 已经一年多了 老岳这个看似文质彬彬 略带书生气息的外来书记 用自己细腻的工作方式 一点点靠近村民的点滴需求 因为什么 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 我的经验就是 首先给老百姓 干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所谓的鸡毛蒜皮的事呢 就是说 是你工作之外的 也叫闲事吧 这样呢 才能融入进去 然后呢 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 下派前 老岳在交通部门 当过办公室副主任 大机关 大管家 大事 小事 杂事 一堆堆 老岳工作起来 总能抽丝剥茧 游刃有余 到了永宁村 老岳呀 还是这样 茫茫叨叨 啥事都操心 我都不知道 谢谢 下雨天 这个水吧 这个水 好过不去了 就是好比小哥 小凯了 不好走了 完了冲到那个 大棚那个边了 就就赶紧 不好意思找别人 就赶紧找他 就去感觉他特别热情 什么事都敢找他 而且就是愿意去找他 他也特别热心 不管什么问题 都能帮大伙去解决 我啥七七五十 没遇到这么个续集 我可以来说没遇到 我就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但是我不会讲 我不会写 我会写 我早就不想写 他有很多的好事 把谁都帮 他不是帮我自己 非能专业的外来书记 在村里 怎么才能快速融入进去 怎么才能和村民们 变成一家人 岳宗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交出了答卷 不怕质疑 将心比心 大事小事用心帮 乡亲们心里 自然有意敢秤 咱们都知道 建平是中国杂粮之乡 这是靠老一辈人 辛辛苦苦 勤勤恳恳闯下来的名号 如今新一代的年轻人 陆续回到家乡 参与到父辈们的产业当中来 用他们的活力和创新精神 为杂粮产业从重到销 开辟了新的路子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场意外的秋雨是丰收的好兆腾 在建平县北二十佳子镇 八百多亩沉甸甸的骨子 掌势喜人 孙九合和孙亮父子俩 是九合合作社的负责人 从去年开始 老孙就把老品种骨子 都更换成了眼前的新品种 它这个米色黄 黄它是透明黄 它粒也大比这个粒大 咱们这个包装出来 它是一个是一个的 今天约约骨子 骨子蒙产 这一千斤这是八万 种了几十年的地 老孙在种植上特别懂行 一眼就相种了这个好品种 而同时被他一眼相种的 还有二儿子孙亮 在农业方面的潜力 三十六岁的孙亮 是村里最年轻的种植户 小孙刚开始回到家 那是不情不愿 可没过多久 他慢慢发现 父亲老孙 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不舍 老孙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 为了达成新米当年受空 不留沉迷的愿望 单枪匹马地搞起了网络直播 这件事对小孙的触动特别大 自己的老父亲都这么有拼劲 自己为啥不能发挥 年轻人的优势呢 这是我们去年进的 去年八月份我们上的这台机器 已经悬下来 设备前是花了三十一万多 杂质去不掉 有那种未让那小石子 然后我们上这条设备 就是能让它成精米中的精米 这车也是我们大家伙一起买的 然后就为了春年悬地 老孙在家坚守种植阵地 小孙带着产品闯荡市场 就在一次一次的推销中 不上农药化肥的富稀小米 终于打开了销路 小孙开始担起了主力军的担子 大概产值得百十左右味吧 在这没事 像这时候农忙时间也没事了 可以老百姓可以出去绿队游 你可以出去放松放松 原来你想都不敢想 这对我以后就是说 大力发展古事业更有新鲜的 而就在几十公里之外的 朱禄柯镇 中国杂粮集散地 那里也有一群热血澎湃 干劲十足的年轻人 正在各自的岗位上 努力地奋斗着 李勇今年二十九岁 父亲李怀志 是朱鲁柯杂粮加工行业的领军人物 七年前大学毕业的李勇 选择回到家乡 走进这个 父亲奋斗了几十年的加工厂 父母岁大了 之后就想要回来 我妈呢高血压 全年三百六五天都离不开人 有可能躺那累的也睡不着了 一直像秋冬的时候都得忙得十一二点 李勇小时候印象中的朱禄柯镇 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 道路变宽了 杂粮加工厂从最初的十几家变成今天的四十七家 二三产业也跟着做起来了 朱鲁柯镇有了集散全国粮行销全世界的名号 李勇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外出考察学习 更新厂里的老设备 把父亲时代流行的大包装精进成年轻人喜爱的小包装 两年前李勇又开始发展自己的媳妇孙成丽 当上了电商主播 和他一起挑起直播大梁的 都是村里没有工作的宝妈们 高的时候在两万多块每个月 一般的时候也在四千左右 一年下来六个女孩的线上销售战绩 足足八百吨 看似体量巨大 其实也仅仅是公司总销量 1.6万吨的一小部分 而45%的销量 是由公司的电商团队开发出来的 谢天华是李勇的姐夫 五年前组建电商团队 开启了建瓶杂粮销售的新渠道 我们所谓的厂一带 我们的父母或者长辈 可能是不希望孩子在同样的从事 他们所认为更辛苦的这种行业 但是现在通过大家对行业的认可 和对产品的认可 越来越多年轻人是选择回家创业的 将来只要他们去好好干 去细心去研究去有创新 可能这个市场比我们干的还好 都是年轻人参加的 一人难挑千斤蛋 众人能一万座山 千万个众二代 敞二代 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懈奋斗 他们肯知苦 懂技术 盲钻研 求改变 如今建瓶杂粮这个老字号产业 也因为他们的加入 浑发出源源不断的新生机 中美民武装警察 他们也胆都大 那苍蓝场都不怕 目前投资累计超过两千万 一个农民处置不容易 各位崇山民不出钱 他得往里搭钱 就是一条道跑到海就着干 我父亲负责这个社交方面 我妈是领着工员工作的 我爱人在线上销售 也就是三年之后 他就见效应 给咱们小学院说 你老百姓来家都得增加 无需留钱 就扣着你 这个盐号也应当有胆量 不敢干 不敢想 你就什么也发展不起来 能力需要人才去发展 今后让孩子有文化 从事我们能存这块 结果一半 助力相传这件 我看的自娱可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 更多精彩资讯 您可以下载 北斗荣媒客户端来了解 现在正是包米收获季 黑土地给您推荐的品种 到底表现怎么样 我们会通过记者的实地走法 为您展现出来 您想选啥样的品种 看黑土地就行了 再过些天 咱们的好品种 就要开始预售了 对哪个感兴趣 咱们就赶紧考察 有不明白